本节目由Pocky百旗合作伙伴赞助播出 因为平常现在工作都比较忙嘛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吃的外卖 然后他们宿舍里的话 是有一个阿姨给他们做饭 平常基本上都在工作 所以吃外卖的时间还是比较多 平时呢就是比较喜欢喝奶茶 基本上所到之处皆为奶茶 所以应该可以说是奶茶天团了 在工作的时候呢 也都基本上都是点外卖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 去菜市场买菜做饭 那我觉得其实可能他们 应该不太会有这个技能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任务 对于他们俩是蛮难的 谁啊 对不起对不起跟你开个玩笑 这是什么呀 这是应该是一张任务卡 在这里是什么任务卡呢 50块钱谢谢啊 谢谢虎猫 来 再见 好 好 好 不闹 来 我念一下任务卡 这跟50块钱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成员平时工作繁忙 很少有机会可以自己做饭 今天的任务就是需要用50元经费 挑购做饭食材 另两位成员用左选食材 做出四菜一汤 我用考验火箭少女的生活技能 这还用考验吗 哇 全能哎我 这个块我怎么能说出口 既然是这样 那就是用 就是我一个人去选食材 然后他们去做饭咯 好的 你用做饭的是Sani跟小七吗 你对他们两个评议 有信心吗 小七我肯定是很相信的Sani 好 开玩笑 开玩笑 那好啦 那既然是我去选食材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好啦 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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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平时就是 休息的时候 超市也是我一个 特别喜欢的地方 因为呢 又很高吃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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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啦 我们要开始选菜啦 哇 好豐盛喔 这边 嗯 妈呀 天哪 我没有想到 我还有一天还会自己来买菜 因为平时都没有时间 像这种悠闲的时间 自己来挑选菜 这里有什么毛波菜 小油菜 然后还有什么盖菜 其实都还可以耶 都不太贵 两块五啊 四块八这样子 但是 它们怎么都长得一样 好拿一个 先压蛋 哪个 两个 这个鸭蛋是多少钱呢 两块钱 两 涨价 两块钱那四块钱 那就是这个两块 哦 不两块 哦 谢谢 五公司 四块八 好的 买了这么多吃 那我们就去看看肉吧 有猪蹄子前腿肉 还有五花肉 肉怎么也长一样啊 你蛮爱吃什么的 反正我是爱吃我的花肉 因为呢 它够肥 什么什么道理 其实 适当的提取一些肥肉 是对自己的 蛋白质有一些很好的 储存量的 这样的话你不会老得快 这谁说的 来第一块吧 什么意思 好的 五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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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的吗 应该给他们连工难度 这个怎么卖 来 来 三个 五块九还请A也好 平均 十一块 这么贵 我拿个辣椒好了 可以两块二 有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没错 苦瓜 大概很多女孩子都不爱吃苦瓜 那我们就染染根吧 好不好把这个苦瓜给撑一个 我感觉已经抄了 我们先去结算吧 先看看还剩多少钱 五块 多了 七块七 这个盖菜我能去调一下吗 可以 好 谢谢 还有五块五 要不然我把这个去买单个的 可以 好 这个 不好意思 我能买四个可以吗 可以 两块二 可以的 那我再去看一下 好的 好的 还有四块八 四块八 买什么呢 这是什么 你好 你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 修回 好 你就这个好了 就是他 好的 结账吧 五十块 真的 我买了这些菜 我真的 我相信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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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 为他们准备的食材 我买了一个 原菜菜 然后空心菜 然后还有 胡瓜 哈哈 还有我最爱的胡辣椒 再来就是 比较难的 这个是 一个鸡蒸 我估计撒音才应该要弄掉 然后 再来就是 这个 我的话是一般很少吃到它 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得 然后再来就是 五花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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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还有 鸡蛋 对啊 期待他们明天的表现 Sani 加油了 我看好你 小七 相信我们的做菜 是 Go 今天我跟赖米云呢 收到了一个任务 就是我们今天要做饭 是的 她说要做 四个汤 一个汤 一个汤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那个 吴萱姨给我们准备了什么菜 第一个是秋葵 辣椒 还有辣椒 然后鸡蛋 我就很想问说 还有两个 吴萱姨你买这个干嘛 这我们要怎么做 这是咸蛋吗 咸蛋 我不太懂 她买咸蛋的原因是什么 她要给我们煮跟鸡 然后这是什么 菌类 菌类 好 然后三层肉 猪五花 空心菜 菜 还有菜 还有苦瓜 吴萱姨你爱吃苦瓜吗 我想问 你买苦瓜干嘛 苦瓜 大概很多女孩子都不爱吃了 那我们就染两根吧 苦瓜怎么弄 我是不会做饭的 苦瓜汤 凉拌苦瓜 你会洗菜吗 洗菜我可以 那你来洗菜 切也可以 那你来洗菜 绝对不行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 然后中间那是什么菜 开始吧 菜 反正就是个菜 空心菜 这个什么 青菜 小白菜 青菜 南 这个就叫青菜 对 青菜 对 这是青菜 绿色都是青菜 对 好 不重要 我们现在来开始 做一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 炸菇 炒空心菜 这两个可以炸在一起 咸鸭蛋呢 就摆盘好看的这样 好吧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 来开始吧 我们一定要限定在四菜一堂 还是就是 其实超了也可以 这怎么带 其实 我 我觉得是可以做 四菜一堂一堂 这我来帮你弄买 我帮你弄买 胡轩宜啊 你东西真的是乱买 这一套 好 你明明知道 你明明知道我 不爱吃 我咸蛋也不吃 我苦瓜也不吃 他是都知道我不吃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就 故意弄我是吧 大哥 你今天绑得太紧了 哎呦 我刚刚很想说 这个线条 你帮我解开 好 你往下绑一点 可以吗 你先解开 对 然后这里绑 哎 考验我 吴轩宜就不要 就不要让我有机会 就不要让我有机会 就是 买菜 然后让你做 我告诉你 完了 我的猪手 走了 他去赶通告了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 在这儿孤孤单单的做菜 哎呀 还好啊 我爸妈在做饭的时候 我都会看他们做 要不然的话 完蛋了 知道吗 而且我相信火箭少女 没有一个会做饭的 许梦姐应该会 对 她穿鸡爪的 她都会 但我相信其他人都不会做 我也不会做 我就只能记着我爸妈 做饭的时候的感觉来 我爸妈他们煮饭的时候 我 就小时候我都会去帮忙 但是 就没有真正地去吵过 你说 我妈说 之后 娶我的男人会多幸福 又会做菜 又会搞笑 又温柔 个性又好 长得又可爱 是不是 我妈说 女人 一定要会做饭 男人才爱 为什么呢 凭什么呢 应该是男人要给我做菜才对 是不是 对 我很希望 我有一个会做菜的老公 你懂那种感觉 就是她在做饭的时候 我在后面抱着她 那种感觉多幸福呀 然后我在做饭的时候 她看我会做 来我后面的 多么甜蜜 所以我觉得 找一个会做饭的男朋友 很重要的 像我妈 如果我这样 就是这样洗菜 她会骂我 她说会不干净 就是一定要一片一片吃 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主厨了 刮目相看 原来伞逆会做饭 而且做得很好吃 你知道吗 我们带来吃 我怎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刚刚你去哪里了 让我一个人做饭 我做了六个小时 我刚才去参加了时装之后 难怪 OK 了解 对 然后我先跟你介绍一下 因为你刚刚不在 来吧 我所有自己做的饭 拍手 但是不是私菜一汤吗 对 但是因为那个汤时间太少了 然后那个火没了 也不是火没了 反正就是太多因素关系 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说 是不是 那就直接用炒会比较快一些 然后我刚刚也跟那个导演组 他们那边反映了一下 他就说那就不用做汤了 那就一炒就炒 变成了六菜两个 对 因为那个锅坏掉了 对 然后我刚刚有小时吃了一下 这个呢 为什么它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怪锅 因为那个锅真的是不好 知道吗 然后 这个呢 你看到一些黑黑的呢 也是怪锅 不是 因为它黑黑所以看的才就是 是吗 会有实力 是吗 反正 是 这六道菜 对 吴轩宇 我全部都做了 你给我弄了所有的食物 好吗 然后 空青菜 苦瓜 然后鸡蛋 然后这个香菇 这是香菇 对 这是香菇 这是鸡汁 然后鸡汁跟五花肉在里面 这里炒到里面 然后那个是什么 小白 青菜 对 就是那个青菜 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菜 秋葵 对 因为我刚刚在弄的时候 它不小心掉地上了全部 所以哪一道菜是你最喜欢的 又先吃 尝试 平常的 我们睡吧 OK 你吃 没有 开玩笑 我做得这么累 说真的的话 是这个肉 因为就是 就是 其实一般就是浇了的菜 才会就是 更像是那种家常菜 就这样一般都是 就是炒了十多年 然后完了里面那一定会有 那个锅巴 然后就是 它只有越黑的菜 碳的才会有胃口 它只有越黑的菜 碳的才会有胃口 说得这么好 来 是吧 就是比这个摆盘 就是五星级的摆盘 还要有胃口 那不然你是吃一下吧 但里面有鸡蒸 我挑肉吃吧 对 而且就是也没有看得那么肥 那块肉 除了有点凉 是好吃的 好吃的吗 你肯定是等我太久了 是怎么样 这个蛋是我最爱的 为什么 所以可以这样就有吗 不会是 不是是最简单 就是我最爱吃的 炒了四颗掉了两颗 对 但还有点那个 你尝了吗 你再吃一个这个 你吃一个这个 试试 你先吃 我真的喜欢吃这个 这个还蛮好吃的 才对真的好吃 然后还有一些 原来你把黑的东西都藏起来了 我说其实没有那么黑 翻开底下 没关系 你为什么不吃菜 你不觉得这个菇就是 好吃到 你不觉得这个菇就是 你不要这样弄弄弄 就不好吃的感觉 好了 我就剪一个 不是这个太大了 好吧 试吃一下吗 熟吗 凉了 因为这是第一道菜 不是 不是难吃 就是 吃不出来它是蘑菇 只有粉的味道吧 对 就是那个面粉的味道 还有油 对 这一道应该是最好吃的吧 对 这个最好吃 是不是很好吃 吃蘑菇 对 对 对 超级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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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厨 对 我超认真的做的 那还真的只有大厨 才可以用手 而照亮的 配料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很咸 用手 演示一下 我就这样放 然后我就大概一下 然后就这样 而且我还想要吃的那个大厨 不是你就是放上去再搓几下 它会不会撒下去的时候量变多了 对 或者是 我本来就想要这样 但我觉得这样太浮夸了 所以我就这样 但就稍微有点太 太鲜 不会 不会 我可以 你做的我都爱吃 我最喜欢吃这个饭 评价 一个厨师 就是什么都不熟 然后一直吃 吃得很香 才是最棒的 对 但是呢 因为它 毕竟还是一个 正在有摄像头的路 所以还是得 就是表示我的诚意 我要给你授予 火箭少年最高的荣誉 火箭少年厨师长 这个的那个 你应该要先去量一下我的头 你知道吗 我的头尾是多少 然后你再 很尴尬这样 然后我就要一直这样点 然后它就掉了 你要是今天就是扎一个这样的酒 有什么用 你记不住它 本来以为呢 就是今天这个任务 是属于非常有挑战性的 但是呢 我们 我们用我们的 我们机智的头脑 精准的配合 还有机智的头脑 出色 超额 完成了这次任务 对 本来呢 导演组是说 四菜一汤嘛 对 但是呢 但是呢 我给你们加了两道菜 然后没有汤 希望你们大家能理解一下 没有 锅是锅杯的 对 都是锅杯的 都是因为锅的问题 对 这个锅不是撒泥杯 这个锅是那个锅杯 对 对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是锅的问题 对 是锅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这次任务 没有任何的 失误 反正就是圆满成功了 就对了 还能说什么呢 这次做出来了 全部都做出来了 还说不成功吗 导演 你们那么狠心吗 你看我刚刚在弄的时候 那个油 弄得我一身 你看 我还是做出来了 所以你们是不是要 对 反正如果之后还有机会 就是在做饭的话 我觉得 可以邀请我们所有火箭少女101 你们可以一起请一个 然后就让他们能做多少 我就不信他们能做 像我这样 真的厉害 好 我觉得 思索了一下 我觉得没有人 能够 做得没有 洋主厨好 怎么可能呢 洋主厨肯定是自己 好 好 好 可以吗 我觉得你们最不会做饭的 应该是谁 赖美云 赖美云 这个话我就要说 就是 你知道其实 我虽然就是在中间 那个过程中消失 然后 在最后的时候 又出来吃 就是负责吃这个环节 我是这个任务就是 最为重要的一笔 为什么 因为一位没有食物的人的话 不是 如果我出现的话 最大的食物可能就在我这里 所以刚才只有我是对的 刚才去时装做的时候 对 对 今天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然后这个饭也非常的好吃 那 希望之后能有机会做给其他团人吃 对 我希望之后 也能够有机会吃到就是 更不一样的 更不一样的东西 美味 完美 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欣赏跟观看 然后如果想吃那个的话 你们就从那边跳出来好吗 拜拜 拜拜 拜拜